這幾天大家都在關心的就是動物園的大明星 也就是你看到的這個貓熊銀亞 他出生四十天了 可以說是一米大一寸 目前已經有一千七百公克的重量了 雖然說才剛剛出生而已 但是這個未來銀亞在長大之後 他的婚事大家就很關心了 另外有很多人在問說 為什麼這貓熊有這樣的黑眼圈呢 那麼到底是在防這個雪地的光 還是有下滴作用 我們等一下帶您告訴答案是什麼 另外我們要來看的就是有沒有可能 以後銀亞長大之後需要招墜呢 原來動物園就說 現在要談這個銀亞長大之後的婚事 還太早了啦 但是保育類動物 最重要的就是繁衍下一代 換句話說銀亞 他也有可能駕到國外去 不然就是其他國家的貓熊入墜 來到臺灣來跟銀亞來配對 不過其實這個銀亞的爸爸媽媽 也就是團團跟圓圓 都是來自於大陸的 所以到時候銀亞有沒有可能長大之後 要回到大陸去呢 這動物園倒是說不用擔心 因為團團圓圓是這個臺灣 用梅花露跟長宗山羊交換來的 所以銀亞沒有必要回去大陸 動物園超級明星銀亞出生四十天 頭好壯壯 每天都要喝兩百CC的內內 體重也到了一千七百公克 五天後他就會睜開眼 開眼時間大概在四十五天 在童年齡來講也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會判斷他可能會稍微早一些開眼 換姿勢換個十次 銀亞幾迷大幾寸 可愛模樣蒙翻天 大字形睡姿像是在說 別吵我 我還要睡 保育員用溫水擦銀亞 銀亞總是高舉雙手 可能是太癢了 舉手投搶啦 睡得香甜的他和小嬰兒一樣 喜歡吃手熟 整個小拳頭都快吞進嘴裡 現在和媽媽圓圓每天能相處八小時 但幾年後 漸漸長大的銀亞 終生大事可不得馬虎 為了孕育下一代 尋找另一半的銀亞會嫁到國外 或是其他國家的貓熊來台和他配對 Washington celebrates the first birth of a baby panda 過去在美國出生的人氣貓熊泰山 因為是美國上大陸租借 所以六歲時返回故鄉四川 美國民眾因應不捨 來自大陸的團員 生下的小銀亞和泰山情況大不同 搭飛機前往山東的梅花路和長宗山陽 是為了感謝大陸送團團圓圓的回禮 在台出生的新台灣仔銀亞 沒有必要回到大陸 會快快樂樂的在台灣長大 東新聞 劉怡晴在台北報導